好的 歡迎回來越世界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款戰雙帕尼石 那這款新遊戲呢 它就是類似戰國無雙那種概念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玩過PS4或PS5 然後裡面有一些大亂鬥的部分 然後類似像三國制的那種概念 然後闖關打鬥這樣子 然後它有計算COMBO數 但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我個人比較推類似那種魔物獵人的概念 那魔物獵人其實它是那種有拿槍拿刀 然後去追擊對方的 然後還可以變身那種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先來體驗一下整個遊戲的過程 然後並且跟大家分享一個禮包給大家 那目前越世界拿到的主角有這兩隻 這一隻是那個露西亞的部分 然後還有其他的那個角色 我們看一下成員部分 那有一隻是露西亞 一隻是那個莉弗的部分 那莉弗呢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它算是一隻遠距離攻擊的 拿這個浮游裝置在遠距離進行 那種光速的攻擊喔 噓噓噓噓那好像類似那種 呃... 光能量的那種光速攻擊 然後那個我們的這個 露西亞則是近戰型的那個女主角 然後她拿著這個短刀 短劍是不是短劍 好應該叫短劍 然後長髮飄逸的概念 其實還蠻帥氣的 然後又攜帶一身 這是很緊身的那種 緊身裝那種概念 然後去揮擊追打敵人喔 那其實一隻是比較偏向於近身漏坡戰 然後一隻是比較偏向遠距離攻擊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打鬥的過程 來去體驗一下戰鬥快感 那它一樣喔 通關都會有要求那個條件 比方說是全員活下來 一個都不能少 那另外一個則是死亡次數不得超過一次 這個蠻奇怪的 就全員要存活了 所以死亡次數應該不會超過一次 不然怎麼活下來 還是說過程中可以復活我也不知道 然後通關時間必須小150秒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打鬥過程 那它可以 它選擇這隻是首發 那你可以在戰鬥過程中 去替換角色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 以前那種人面馬 這個是人面機械馬嗎 這是機械腳 然後你主角剛登場的時候 會這樣子很帥氣的下來 然後甩刀這樣子 那其實它比較有別於過去的那種戰鬥模式是 過去你可能玩神魔之塔 它必須要轉租好了 你玩像我現在玩的那個神魔三國字 它必須要有固定的打鬥模式 它就是你沒辦法去操控它 但是這款遊戲是你可以親自參與戰鬥過程 並且體驗爽打的快感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整個爽打的感覺好了 那這也可以跳過 那它 它這裡可以去移動喔 才避免這方攻擊 你 你只要被追擊到它就有紅色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呃點擊 點擊那個技能來去做釋放這樣子 然後做 閃避 然後做左右的揮擊喔 然後有技能就會做釋放 那其實只跟妳也可以更換角色喔 我也可以 喔它還有上面那種放技能彈的 你按了它之後就可以吃飯 欸換角色 然後並且去做遠距離攻擊喔 我能做到的 我好像有聽到中文字 我能做到的 被我聽錯嗎 天啊 但我比較喜歡這個女主角 他其實蠻帥的 然後熱狠軍戰攻擊 然後你可以 四面釋放那個技能部分 然後記得要做斬斃喔 才不會被 敵方給追擊到 然後他可以 你的技能釋放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可以放大絕 其實大絕還蠻帥的 那我們來 打一下BOSS 哇他要跑掉了 可惡 大概戰鬥過程中 會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說你是喜歡那種 可以手動操作技能 並且做閃避也好 左右閃避自己去 調控那個方向啊 然後去來到 在戰鬥過程中 達到那個 爽度概念的話呢 我覺得這款遊戲 是蠻推薦 各位玩家去做 遊玩的部分 遊玩的部分 那這個 把他講到完這樣子好了 然後他會要解任務 我們今天就不去解任務了 我們就是要再分享一個禮包碼 那因為禮包碼我已經兌換過了 我就分享禮包碼在這裡 GR777 那我們要去哪裡做兌換呢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在這個指揮官這裡 你點下去之後 然後這裡有個玩家 玩家這裡會有個兌換碼 你就把剛才GR777按兌換就好 因為我已經兌換過了 所以就沒辦法再進行兌換 已經領取過了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 S結構的裝置體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你就把它給兌換即可 那 那個體驗的部分呢 就先到這裡做結束 那希望這支影片 各位玩家會喜歡 那如果說你覺得 影片資訊還不錯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助這些影片點個讚 然後呢 我們還沒加入越世界的 越有 一起來加入越世界的那個 Game War吧 然後我們一起來享受體驗遊戲 那希望這支 這個那個 之後我會再推出相關系列的影片 來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這個 戰雙帕尼神的那個 相關系列部分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大家呢 要踏入這個遊戲呢 有相當小小的興趣 提高大家想進去的動機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支影片 掰掰 掰掰 不要忘了 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